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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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视频 整个孟直队就把特勒防得住欧文 欧文也是相当无奈 市场约1分14秒 腾讯体育室北京时间8月28日 ESPN记者罗在个人播客节目中透露 尼克斯明年夏天比有大动作 会完成重建路上的关键补强 沃神爆料欧文巴特勒霍加毛尼克斯 我认为尼克斯明年会得到某名球员 我问他道 我认为尼克斯已经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上 他们会得到一名真正的球员 我不知道具体是谁 但我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 得到一名大台球员了 我为口中的某名球员可能会是特地人凯里欧文 或者另外一位可以在明年夏天挑出合同 进入自由市场的全明星球员吉尼巴特勒 两个人都在今年夏天与尼克斯传过飞丸 欧文前不久刚刚拒绝了凯尔特人提前输约一个要求 当然这也与财政方面的考虑有关 选择在明年夏天合同到期后再输约 欧文可以获得一份更大的合同 不过 鉴于凯尔特人上赛季在欧文受伤的情况下 仍然打进东部决赛 但队中年轻球员的表现又如此出色 不排除他会产生其他想法 巴特勒去年夏天被公牛交易到森林郎 过去一年虽然个人表现不俗 但与年轻队友卡尔安东尼唐斯以及安德鲁维坚斯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和睦 所以明年夏天几乎肯定会敲出合同别头的处 而从尼克斯队角度来说 如果能够搭好球里的牌 他们甚至可以在保留波尔金吉斯的情况下 清理出两份顶星合同的空间 同时清下欧蓝和巴特勒 最终的年轻球员便又是东部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山丘 山丘 最终的年轻球员便是东部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最终的年轻球员便是东部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